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挑战了空中瑜伽 太刺激了 话不多说 我们接着往下看吧 空中瑜伽又叫反重力瑜伽 利用空中瑜伽吊床 让练习者充分感受肌肉的拉伸阻力 能够放松身心 起到疗愈瘦身等效果 而且这种运动方式更具趣味性和互动性 不妨约上几位好友一起去试一下 那在上期节目中 我们栏目组的四位主持人 已经在第一轮平衡球定力赛游戏中 张素杨帆队率先获得一分 在接下来的比赛过程中 正风一一队能否霸气逆袭 我们拭目以待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进行我们空中瑜伽的大比拼 然后你们队也不用高兴的太早哦 我们下一轮 下一轮见 来 继续加油 加油 撑筋拉骨柔韧赛 老师依次做出空中瑜伽的动作 四位学员根据练习进行模仿 最终由老师判定动作标准程度 提名队或收获一分 好 我们先站在雕场的后方 抓住个场的三边 左右甩三四 把雕场展开 好的 飞一点啊 OK 飞一点 好 然后我们向内呢 抓散一下 小小的抓散一下 把右腿呢 进去 进入雕场里 把雕场呢 向下拉 包裹住你整个屠部 这样够吗 够了 够了 然后现在呢 我们把右腿去湿 把双手将到长和在一起 这么一看 大家的身形都好漂亮啊 经过繁重力的训练 让本身纤细的腿变得更长了 真是羡慕到了 不过在美的同时大家千万别忘了 空中瑜伽训练的是要用你的核心力量 去控制肌肉紧缩的 所以呀 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 进行由内到外的控制 才能保证不受伤害哦 好 身体像全高 做一个身体生展示 往前看 杨凡啊 你果真是秉承着 能坐着坚决不站着 能躺着坚决不坐着的原则呀 一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你们两位女队员倒是很和谐呢 快点跟上老师的步伐好吗 听着张素这一声哀嚎 就知道这动作对于男队员来说 是有八九是挺疼的 再看看此时的杨凡 哎哟 那真是一言难尽的 就连一旁的正风都忍不住要嫌弃了 确实 正风这动作倒是 这四个人中的佼佼者了 来 我们是需要有东西还在讲我们呢 左脚打开 好 好 现在把女人整个 肩背部的力量启动 手抓住 肩往下扎 后背力量启动 然后把左腿抬起来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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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从哪儿穿呢 从哪儿穿呢 我卡在这儿 老师在哭你 老师在哭你 老师 我是背着小皮静吗 是从背包吗 从这儿穿呢 老师 我背不过来了 好 三 二 一 出 顿 可以可以 手上就圈顶了 我已经练习了十分钟了 好 上来之后我们甭脚背双手呢 把后方的腿呢 也让甭脚背往上抵 来的很确实 我们粗一点啊 伸点侧腰 对 把你的腰线出来 头上后鞭 我们去吊床 肩关节和手 手肘的位置向两侧打开一点 好 好 然后双手呢很棒啊 你能抓到前方的吊床上 脚抬起来的比例 把右腿挺好了伸直 甭脚背往下压 压一下 双手抓住到床 再选一圈 肉体要伸直 甭脚背啊 等会儿 我想不过了 老师你吵我了 所以上来 我们把后腿要伸直的 后腿要打得很直 对 把腿 老师转过去之后 然后再把腿 老师这动作都已经教完一遍了 可这跟上速度的 就是张素和正锋两名男队员 依依杨凡 你们这是什么情况啊 对腿不要曲 对腿要伸很真 不许再上来 你会把腿拔走 你会帮我 想起来 表现这一 brid 不许再上来 表现这一 brid 不许再上来 重点下来 在经过老师的不断辅导下 四人好不容易都成功完成了一个动作 但在接下来的动作练习中 除了正风 其余人等可以说是全军覆灭 而今天我们美丽的女主持人杨帆 苦心经营的女神人设也彻底毁了 各位的容忍性大家也都看到了 老师见词状况也马上改变了作战方式 将难度下调 空中瑜伽与传统瑜伽的体势不同的是 反重力课程的向上运动 是在失重的情况下完成的 这样不光可以锻炼平衡力 更有助于拉伸脊椎的效果 四位主持人中 正风的容忍度以及平衡感都是非常好的 就连老师也赞不绝口 夸他适合经常练习呢 那么这轮毫无疑问了胜者就是我们的正风一一队了 那最后一轮挑战又会有怎样难度的动作等待着他们 期待一下咯 之前的两轮比赛我们两队打了一比一平 还对我们无语吗 我们对你们太无语了 就没有我们不再超越 继续加油 到底谁有实力 这一局我们见分校 那老师第三轮的比拼是 我们的电面瑜伽 电面瑜伽 电上瑜伽 游戏规则从上获得老师认可对获胜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站立在电子的中间位置 好来吸气 收住腹部 把手臂呢有体错向上伸展 拉长侧腰 对 好眼睛看向上方 推宽向前 双手打开 眼睛看向双手之间 中间的位置 大臂向后方 好吸气上身还原 脚趾放松 以髋关节为折点 上身向前方拉长脊柱 感受大腿后侧伸展 会很痛啊 好慢慢手指尖落地 抱了个球 手指尖触碰地面 在你的脚趾的斜前方 可以落地吗 可以老师我手 很棒 来手慢慢去到地面 好宝贝的腿后侧肌肉群打开的不好啊 吸气伸展脊柱 呼吸弯曲手肘 抚胸前额靠向双腿 这一组呢 以能贴到 肚子抚胸前额 能贴到双腿 然后呢 我们为胜利一方 手去抓住双脚踝 提胸腔 呼吸慢慢伸展 对 向后 感受大腿后侧伸展 腿伸直 宝贝 对 屈腿 是不是可以 好 腰是女 老板 你是女主席 注意你的形象 腰法 你手是长 可让你俯身前额靠向双腿的时候 你这腿怎么还不自觉地坐起臂来 再看看另一对的依依同学 相反 因为腿长 这手迟迟摸不着地 老师只能尴尬又不是礼貌地微笑 一遍又一遍耐心地教导 脚踩住啊 脚的根基要稳 不要吊下去 呼收住肚子 老师我的屁股疼 屁股疼 大腿后侧再伸展了 她腿后侧肌肉群相对会紧张一点 靠向双腿 最后一次来吸 伸展 OK 呼 靠向双腿 很棒了 已经 不过万万没想到的是 两位男队员倒是比预想当中好了不少 很棒啊 是不是特别好 最好的 我们有了 好 老师我不服输 我不认输 我就是这裤子太滑了 那又怎么戴 那我们的比赛规则在这里啊 那到底 那我们下次再比 好 那个你的颜值赢了 没事 以后我们多来这边练习 然后都进行比拼 欢迎 欢迎 那意思就是最后结果是一 他们赢了呗 是的 你们棒棒的 你们别去哪 继续加油 极乐动作下来 胜负就不用说了 张素杨帆队也输得 幸福口福了 毕竟这正风的柔韧度 平衡感和熟固的力量 是四人中最好的 看来有这方面运动天赋 或者有过运动经验呢 怎么样 今天的节目 您看的还过瘾吗 记得明天同一时间 继续收看我们 情动时分 用美味叫醒灵魂 让爱重回厨房 没错 又到了由善寇品牌 独家冠名播出的 让爱重回厨房的板块了 在今天的节目里 又有哪些新鲜美味出炉 赶快去看一看 瞧一瞧吧 用美味叫醒灵魂 让爱重回厨房 让爱重回厨房板块 由善寇品牌 冠名播出 善寇 中产家庭品质厨房首选 更多优秀妈妈的选择 这个世界上呢 有一种食材 据说吃了它就会变丑 那是什么呢 就是藕 因为吃藕丑嘛 好开个玩笑 其实藕是一个 非常非常有营养的食材 同时呢 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可以帮助我们提高食欲哦 所以如果你最近食欲不好的话 赶快来学学 下面这道菜吧 今天呢 梦梦就要跟大家分享 这一道酸辣藕丁 需要的食材有 藕 青椒 干辣椒 姜 小葱 佐料有白醋 白糖 酱油 辣椒油 首先把藕去皮 先切成藕片 最后切成小丁 放入水中备用 切葱花 姜 切丝 青辣椒切丁 干辣椒切断 藕丁下入锅中焯水 盛出备用 容器中倒入白醋 找许的酱油 加白糖 倒入一勺辣椒油 搅拌均匀 锅中热油 放入干辣椒 葱花和姜丝 加入青椒块和藕丁 爆炒 把调好的酱汁 倒入锅中 大火翻炒之后 盛出 最后 撒上扇扣黑芝麻 酸辣可口的藕丁 尝上一口 就会让您食欲大开 胃口棒棒的 怎么样 您看过之后 赶快试一下吧 买长白山品质干货 上京东搜扇扣 也可以扫描 屏幕右下方二维码 参与节目互动 迎娶扇扣食材大礼包 怎么样 今天的美味 是不是特别诱人呢 心动就赶快行动起来 自己也可以在家里 尝试烹饪的 好了 今天的全部内容 就是这些了 希望电视机前 您可以多多关注 吉林卫视 时常关注我们 行动时分 也别忘记 今晚九点十分 播出的家事哦 我是张素 明天再见吧 明天见